起死回生,皇冠赌场暴涨12%,他凭什么大到不能倒下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我是可可 你相信购车贼会改邪归正啊?这句话正是皇家委员会在调查墨尔本皇冠赌场后提供的近700页的最终报告中说出来的 我们知道2019年以来,墨尔本的皇冠赌场就被媒体曝光,说他的经纪人涉嫌欺诈,赌场涉嫌洗钱 还有一些税务方面的问题,深陷公众的信任危机 而疫情的爆发呢,更是让皇冠赌场啊,真的是四面楚歌 目前呢,他的股价距离2019年当时的价格呢,已经跌超过了35% 本周二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呢,也是让股东呢,长输了一口气 结果显示,虽然皇冠赌场存在一些可耻的行为 但是仍然会保留未来两年墨尔本赌场的牌照来进行改革并且纠正错误 在历时八个多月的调查之后呢,皇冠赌场也是被揭露了一系列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 尽管皇家委员会认为皇冠不适合经营墨尔本在South Bank的综合体 但是呢,并不会失去他的牌照,因为不符合社区的最佳利益 并且呢,皇家委员会的委员Ray Finkelstein呢,还建议要给皇冠两年的时间 由皇家委员会来任命特别经理,来负责监督,以确认的赌场能够达到合适的标准 并且呢,他还建议要在三年内来修订维州的赌场法规 将目前持股37%的股东James Parker的股份限制在5% 以减少James Parker对皇冠管理层的一些不当的影响力 同时呢,也建议让赌客提前预设游戏时间来解决赌博上瘾的问题 Ray Finkelstein呢,也比喻到皇冠赌场呢,就像是偷车贼 虽然行为是可耻的,但是呢,会改邪归正 因为啊,偷车贼做出了承诺会改正 看到这个结果,我说实话,我觉得啊 尽管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呢,皇家委员会揭露的事件也是非常真实 那寻求真相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严谨 但是这个结果啊,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 就算是本来我们津津有为的坐下来要看一部悬疑剧 编剧呢,在前面脑洞大开 主角们也是上天入地的搜索线索 以为呢,观众在最后一集能够看到一个只手遮天的大boss 结果在最后一集大结局的时候告诉你啊 说这个大boss死了 所以呢,没有证据,死无对证 就给人的感觉啊,像是吃了一只死苍蝇 着实让人难受 而说白了,皇家委员会公布的这个最终结果呢 其实啊,是无奈屈服于经济的现实 因为让皇冠赌场失去执照呢 这个是不符合社区的利益 什么是社区利益呢 这里也许啊,是指皇冠赌场创造了一万两千个就业机会 也是皇冠赌场呢 目前每年向政府上交的两亿澳元的税款 占据的维州税款总额的百分之一 同时呢,是皇冠赌场啊 过去25年跟Morban Southbank紧紧连结的文化影响 我们看到报告中啊,包含了皇冠赌场种种的罪行的行为 但是呢,这个啊,并不足以让皇冠在即刻当下 失去他在墨尔本的一个牌照 而是给了一次为期两年时间的改国自新的机会 所以很明显啊 墨尔本皇冠赌场是大到不能倒下 在经历了疫情啊 尤其是失去海外游客之后 维州的经济和失业率呢 是不能失去一个皇冠赌场的打击了 那我们知道,赌场在澳洲呢,是作为垄断行业 只要拥有一张赌场的牌照 就等于有一个印钞场 但是啊,我不知道呢 在疫情之后,你们啊 有没有机会能够路过皇冠赌场 曾经的这里啊,是灯红酒绿 蒙庭弱势 不想睡的人在这里啊,是醉生梦死 皇冠赌场在创造一些财富奇迹和传奇故事的同时呢 也为失败者抓绝人间地狱 现在呢,皇冠赌场的门头啊 已经被断了电,门口的行人呢 也是寥寥无几 尽险萧条和落败啊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赌是万恶之源 但这个啊,依然阻挡不了 海外游客踏入皇冠赌场好致千金 也拦不了本地人啊 想要图个消遣的脚步 而在专业的赌客看来呢 腰长万贯或者是一无所有 是皇冠赌场存在的唯二意义 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啊 正是经历了至暗的时刻 皇冠赌场的牌照呢 目前啊暂时是保住了 就像是皇冠赌场颤颤巍巍 扶往了头上原本要摇摇跃坠的皇冠 接下来马上要看到的是 边境开放海外游客的回归 就像是黎明即将到来 我们作为投资者 是否要趁着现在低价 来买入皇冠公司的股票呢 说实话 我在看完皇家委员会调查的结果之后 其实我也在想 在澳洲啊 如果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是不是只要足够大足够强 涉及的经济利益足够多 无论赌场运营商有多么的糟糕 都可以有机会拥有一张免死金牌呢 这个也许是我们作为投资者 在进场之前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